上午6點15分 帶您一塊來關心在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您可以看到大台北地區陽光已經露臉了 在今天是9月4號星期五 不過目前台北市的即時戶外溫度 來到了26度 但是在今天降雨機率還是有的 降雨機率有40% 大部分在北部的地方 都是集中在午後的局部雷震 與提醒觀眾朋友要多加注意 好 不過透過衛星雲圖 就要告訴您在今天 持續受到了低壓帶的影響 因此包含了中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 都很有可能會出現局部較大的雨勢 好 至於北部還有東北部地區 則是要特別留意午後雷震雨的部分 如果透過定量降水預報圖 觀眾朋友會看得更為清楚 在今天下雨這個雨區的範圍 到底會怎麼下 您可以看到白天的時候 其實全台各地有多處 都是在雨區範圍之內 而且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區 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會有局部較大雨勢的出現 這整個降雨情況 要一直到晚上的時候 才會趨緩 晚上的時候只剩下 包括了這個東北部還有北台灣 可能還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這個部分還是要多加留意 整個雨下雨的狀況 要一直到明天 周休假日的時候 才會慢慢減緩 好 當然在昨天還有今天的部分 持續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如果廣義來說 也是一種颱風圍 好 目前西太平洋雙台共舞的狀況 梅沙颱風已經登陸南韓地區了 好 至於您可以看到 這個另外一個海神颱風 目前持續長大變胖 而且它有機會挑戰今年的最強台 目前陣營時速16公里的速度 持續朝著西北方前進 而且您知道嗎 現在它不斷的變胖 很有可能預估有朝這個強台發展的趨勢 同時預估海神颱風將會在周日的時候 掃過日本九州一帶 在下周一的時候 就會登陸朝鮮半島 不過其實昨天跟今天 由於這個微弱的東北風還有西南風 在台灣附近短暫的交匯 因此氣象專家說 這也算是一種廣義的颱風味 好 不過接下來觀眾朋友 也比較值得期待的是 就是周休假日的天氣狀況囉 我們就要告訴您在今天 全台各地依舊會有局部較大的雨勢出現 但下到了明天整個天氣狀況 會變成比較吹微弱的東北風 因此溫度會下降 同時降雨情況也會趨緩 因此中央氣象局說 在明天很類似於秋天 比較秋高氣爽的好天氣 因此溫度蠻舒適的 非常適合出遊 好 整體幫您總整理 在今天的天氣狀況 中南部還是會有局部較大的雨勢 至於從白天開始 整個水氣慢慢減緩了 但是要特別留意的是午後雷震雨的出現 以上就是在今天的天氣資訊提供給您